我现在立刻连线到立法院 在桃园当地 我相信不分蓝地的立法委员都承受到压力 当然市议员更是直接承受到民意所发出的声音 因为这是昨天早上6点42分 我连线到立法院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正式优秀的立法委员郑运鹏 昨天早上那么6点42分运鹏 我们都知道民众大多数在睡梦当中 被巨大的爆炸声响跟天摇地晃给惊醒了 包括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猎油厂方圆的5公里 都感受到这个爆炸的威力 当然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不幸中的大幸东施 身为地方的民意代表 怎么回应民意的需求 而且运鹏在我跟你联系的同时 我们秀出这15年前 这是15年前当时桃园炼油厂签厂的同意书 从我这些签名的名字当中 民众会觉得非常感慨 拖了15年了 应该吗 这里头签涉到有多达 76万的老百姓的一个生命 来 运鹏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民意呢 来 连线给运鹏 谢谢小军还有各位来宾 还有所有关心我们桃园居住安全的好朋友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桃园炼油厂 15年前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因为当时公安意外不断 所以当时的经济部长林义夫 也的确承诺了说应该要签厂 但是这15年来在中油炼油厂这个 它还是有地方性的炼油需求 所以它所供应的能量大概是占了中油40%左右的产能 那它的所供应的油品 那大致上也是国内在台湾中部以北的用油需求 所以当初在找适当的签厂的场子的时候 曾经考虑过中南部有没有可能 但是后来发现说如果在中南部炼油 那这些油每天几百辆的炼油车 那个油罐车在高速公路跑来跑去也很危险 如果透过上百公里的输油管也很危险 所以到后来只能在北台湾找 那当然这些问题大家知道 热灵币设施嘛 你找到一个管器 找到一个地方大家都会空间 那后来在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都还同时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议 桃园你炼油厂要签就在桃园找地 所以那个问题一路持续到今天 才发生说已经讲了15年了 大概部分政党也都认为应该要签 可是还没有办法签出 还没有办法签厂 那因为现在有必须 因为你要维持产能 要维持它的供应 所以必须要先建后签 那找不到地就没办法签 没办法签就没办法签 所以这个问题是在循环的 那昨天早上的这一个爆炸的状况 那刚刚小军有说大概6点42分的时候爆炸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起床 那也是我准备要出门 从桃园到立法院的路上 那我就听到一个这样 很像那种托板车紧急刹车维持十几秒的声音 那那个声音也很像说 大家说在大地人进阵 听也好 就是说有那种地名的那种声音 维持十几秒 我当下觉得不对 那但是你不认识这种声音 我大概住在练油厂大概两公里左右的地方 那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因为桃园还有机场 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机场的问题 对 我很怕发生意外 然后也想说是不是托板车或货柜车这种紧急刹车 也是一个不小的意外事件 后来马上就有我们市民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中阳电影手爆炸 那他就在我去立法院路上 于是我四十二分爆炸 我大概七点之前就到了练油厂了 那我会发现说 因为那一块 当下虽然有很多人用手机或相机拍到那画面很惊悚 可是我在电影场区内 其实它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那可能是因为有些是远的地方看 拍照的结果 有些是放大的结果 那也可能是昨天的天气比较阴 所以那个也有下雨 所以它的那个烟就没有冲上去 直接盖在练油厂上方 所以它那个下面的火光会反射在它那个烟雾上面 所以会觉得好像很可怕 那事实上它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火势大概在 但是不管怎么样 非常惊悚的爆炸 这是一个事实吧 那十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扑灭了 是 这是个爆炸非常惊悚的事实 而且更离谱的是 它发生在的时间点是 竟然是前天晚上 才税修完毕 那它要重新开炉 然后在送料的时候就爆炸了 那这样的税修理论上是要让它更安全 结果它反而造成在税修后马上爆炸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状况 昨天其实就拿到了一份资料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份劳动部北区劳检所的锅炉的检查表 OK 因为它属于高压气体的锅炉 所以它必须要有检查 那这一份我昨天拿到了 我就已经发现说 它已经连续两次 连续两次都已经预期未申请安检通过 就开炉 那一次是在105年的1月8号 我上面画的地方 昨天爆炸发生之后 劳动部北区劳检所派人到现场去勘察 才发现说昨天已经是29号了 它没有送安检 在税修完之后自己就开炉 所以发生了这个状况 那竟然中油的发言人说 安检跟爆炸未必有直接关联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那我实在是觉得中油的管理真的不可思议 所以刚才姚老师有讲了说高雄的气暴 没错 然后在去年的815 因为中油他们委外办理 也没有造成SOP 造成全台湾大断电 然后再加上今年昨天所发生的气暴 你可以发现说中油如果出事情了 每次要求经济部长下台 要求董事长总经济下台 但是它是中下阶层的管理 甚至到现场的管理跟施作 都没有标准程序 整个螺丝是粒粒粒 你知道国人跟桃园市民 如何敢放心让中油电油厂 在你家的周边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一次我已经要求了 第一个是调查的部分 一定要由经济部跟工程会 要第三方的督导单位来调查 不能让中油私了 第二个部分 中油应该要提出 内部管理的改革方案 而且这个方案必须要让全国人民 可以共同检视 要说这个方案有效 不是网站 不是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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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效 第三个我也要求行政院 必须要直接下来指挥 把你们的签场时间表定出来 那我不急得马上就要定 但是你必须要给一个交代 那政府也必须要有魄力 因为的确你签到哪个厂 现在不要说炼油场加油站 你可能连监狱 遇所人不够了 你要找个地方到处都抗争 这个的确是需要魄力去解决 我也希望这个事情政院 必须要来独岛才行 好 非常好 孕鹏点出这个都是很关键性 我请教的是国中大哥 谢谢孕鹏 那么最新状况 我们随时再联系一个立法院 那目前人在立法院的郑孕鹏 实际上透过画面当中 你知道吗 这是从高空 我们刚刚看到有制高点 我们透过空拍机所拍到的画面 因为从高处往下看 五十几平方公尺的油场 它其实冒出浓浓的白烟 但是事实上 如果镜头你再拉远一点 在桃园当地的油管 国中大哥多达有22条 它分别通往哪里 从地理位置里头 通往哪里 有沙轮 包括像是五谷 桃园机场 还有台北港 它的总长多少 有149公里 大部分都是汽油 包括燃料有的管线 而且部分还经过 人口的密集地区 你觉得民众不用担心吗 15年前如果都签下同意书 为什么一拖拖15年的时间 历经当时的经济部长叫林毅夫 后来有何美越 黄银山 陈瑞荣 尹启明 这些都是历任的经济部长 好2008之前 接下2008 尹启明 施言响 张家柱 杜子军 邓振中 李世光 跟现在的沈荣金 来 国中大哥怎么看 小金我先简单的跟你报告 那个地点 那个地点就是桃园区 芦竹区 跟龟山区的中心 刚刚郑英平委员 他就是芦竹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他当然生气 整个这三个区 整个周边将近有快80万的居民 你说怎么不会影响 这次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没有人员伤亡 如果真的一个大灾难 一个爆炸出来 死掉不少人的话 你说怎么不会影响选举呢 刚才小金你第一个问题 是会不会影响选举 当然会 但是也是考验一个政治人物 你怎么处理危机 怎么面对危机 怎么样 好好让人民放心说 这是我安居热业的地方 如果你坐不来的话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我刚刚一简单讲 这个地理位置 我再补充一句 年轻人最喜欢的 他泥桃园区的 艺文特区是最近的地方 就好像离开我们西门丁一样 然后你说奇怪 怎么会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炼油厂在那里 现在就现在 刚刚小金你把那个表给他 历练这么多经济不大 是 台湾的这种公安问题 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样 什么时候要爆炸 没有人知道的 中油 台电 天然气 然后地下各种管线 你好像走在地雷区 我再举个例子 以前大台北瓦斯在巴德路 这个监理站旁边 好不容易牵走了 牵到内湖 大家说很远很远 就在我们附近啊 内湖啊 以前内湖是一个还没有开花 现在内湖已经开花了 你说他还在那里 什么时候花生气大家都不知道 台湾人民真的有这么勇敢吗 这么旷新吗 我相信这个问题就是考验郑文参市长 不是花一百万就可以解决的啦 他还在乎钱吗 中油是国营的他还在乎钱吗 你就花那一千万他还是照样这样子 我们现在检导怎么会呢 历任来为什么把一个炸弹放在桃园市里面啊 桃园市最近这几年成长最快速的一个城市 人口一直不断增加 然后这三年来变化非常大 大楼就一直盖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最适合居住 然后年轻人最好去的一个地方 三年来迁入人口增加了十四万 人口成长幅度最快 这是最年轻六都当中 我现在就不客气问了 这个爆炸以后 那个周遭那三个期的皇地产你怎么卖 你到底要卖个谁 哪有一个年轻人家 因为我薪水收入太低 所以我宁可去住在那里冒险 不可能的事情 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来年轻一代来学恒怎么看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对桃园的选民来讲 郑文参的乡礼服务 大概是全台湾所有之家是做最好的 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 郑文参的服务做到 他把全桃园市 大概两三千位里长的名字 全部彻头彻尾背下来 495个里长 对 然后再包含了这些里长的 所有周边利益相关的人 他也收得好好的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在桃园 不要说郑文参能不能连任 而是其他蓝英的人要出来选 几乎都已经完全被断掉 所有的后路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一次电容场的爆炸 大概是郑文参唯一一个有可能被破掉的一个弱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郑文参以他聪明人的角度 他一定会加重处罚 加重所有相关的限制 否则对选民而言 大家会讲 你这个道路铺得好 里长安抚得好 这个议员安抚得好 有什么用 我今天还是要看一个 彗星撞地球的画面 在这边大爆炸的时候 你到底是把照顾好 这个所谓的大企业 或是国营企业 摆在第一位 还是照顾好选民摆在第一位 所以简单来说 我觉得郑文参这一次 恐怕罚100万块不够 他后续可能要包含了 相关的执照 包含他能不能开始运转 包含了周边的 所有油管的安检 别忘记当年高雄市 发生气暴事件之后 所有的运输相关的管线 全部进行严格的重新检查 郑文参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否则他虽然连政没有问题 但是这会变成 他的整个执政里面 一个大的破洞 他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连任 变成一个政机 会变成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 因为现在在桃园 大概蓝营没有什么 能够打的人了 所以郑文参是在跟自己竞争 那如果你跟自己竞争 你不能解决这种 以前留下来的 长年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对选民 对一般民众而言 他就直接怀疑说 你做好铺路 做好路灯 但我的生命安全 跟这个练油厂抱不抱 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 坦白讲 练油厂这件事情 郑文参一定要加重处理 否则会把他原来 已经非常高 六都里面最高的民调 恐怕会拉下来 不止5% 10% 而这对他来讲 是唯一的造型 不止5% 10% 订阅